很多宝妈都会煮面条,但是怎样做才能更好吃,更有营养呢? 今天分享让孩子更爱吃的做法 锅里先煎两颗鸡蛋,再用锅里多余的油,把这个虾皮煎一下 煎过的虾皮又鲜又香,加到面里也更好吃 直接加到大碗里,调味料就只加生抽,盐,葱花和西红柿丁 锅不用洗,直接加水煮面条,顺便再煮点青菜 舀上两勺面汤,加上煮好的面条和青菜,这碗虾皮鸡蛋面就煮好了 汤鲜味美,没有多余的调味料,孩子爱吃还更有营养 你也试试吧,拜拜